日本的一戶建即是日式的獨立屋 是不少日本人都想擁有的Dream House 究竟找藏著甚麼魔力 一起揭開她神秘的面紗 卡通片《多拉A夢》 立不小心小丸子都住在一戶見 就知道有多深入民心 一入屋脫鞋是指定動作 打開門口 然後會高一級才能入屋 其實那個位置就是讓你去脫鞋 或者把骯髒的東西放在低一級的位置 日本住宅很多時候會用木材鋪在地上 大家也知道木材很容易吸收污漬 原來這個懸關位 仍是護主迎賓送客的行圈位 日戶建亦有和式和西式的設計 明治維生之後 開始有一些有錢的人家 將自己的土地變成和洋混雜的住宅 你決定究竟你想放榻榻米 還是鋪地板之後放餐桌 放梳化 一些西式的傢俬 而你看到的一戶件 間隔都很靈活 在日本來說 它隨時可以把整間屋的牆 去拆掉它 然後例如可能在儲和糧之間 去做一些加固 儲糧的結構 富裕的一種靈活性 最初的時候 日本的廁所其實都是一些寒廁 一些寒廁 就會在自己的屋的外面 可能是一個庭園的某個角落 就會有一個寒廁 加上有氣味的問題 才有乾濕分離的淋浴間和廁所 而和室也離不開榻榻米 榻榻米本身是一種很內容的物料 柔軟到很適中 你坐在上面去吃飯 放棉皮在上面睡覺 就行了 令到它可以有這麼多種不同功能 之前有些買家喜歡買一些很舊的一戶件 用來拆掉它再蓋 第二種就是只買一塊地 然後就自己用來蓋 如果你買了一個很舊的一戶件 除了拆掉它之外 你還要去做一個高價 這個大約是三百多萬日圓左右 但要視乎它那塊地的融積率和建平率 是多少